我们是2018年成立的 人工智能垃圾分解机器人公司 当时选择做人工智能垃圾分解机器人 这个产品是基于我们在对这个行业进行考察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中国的垃圾工厂还是处在比较原始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垃圾分解现场的工人年纪都偏大 而且那个环境很恶劣 那个气味都是腐蚀性的酸臭的气味 而且分解工人的手指经常被砸破 然后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对这个人工智能垃圾分解机器人进行大数据的采集 进行云平台的建设 进行这个机器人的研发生产 最后呢就形成这样一款产品 目前已经应用到我们国内已经50多家垃圾工厂 已经在实际的使用了 然后主要应用的场景呢 包括生活垃圾的处理工厂 工业垃圾的处理工厂 建筑垃圾处理工厂 以及可回收垃圾分解把可回收物分选出来 让这些可回收物能够进入到后端的再生资源工厂 最后能够形成再生品 最终回到老百姓的手中 在整一个产业链过程中 我们的智能化分解 人工智能垃圾分解机器人 能够真正的实现精细化 智能化 数字化的分解 来帮助我们实现碳中和这个伟大目标 感谢您的观看